这盘棋,王铁锤走出了一个惊天的杀招 精妙的不得了 这个士棋王直接就蒙圈了 怀疑人生,我们来看实战 棋王摆下当头炮 铁锤上马 红棋在这里选择了一个强挺三兵 这种变化就比较稳健 飞棋挺三足 红棋上马 飞棋还是平风马 红的出鞠 飞棋出鞠 红棋挑变马 准备武器炮 飞棋在这里直接选择了一手高横鞠 除了这招高横鞠 飞棋更多的是 走主义敬意 以后从边线把这个鞠开出来 或者说高鞠到足林 这是常见的下法 红棋平炮准备亮鞠 飞棋肯定是上马 把它封住 红棋 快马加鞭,越马河口 虎市中族 飞棋先补一手 红棋二话不说 直接就踩掉了 黑棋交换掉 红棋打一将 黑棋不受试 红棋就是近武 这招棋也是必走之招 一个是压缩这个鞠炮的空间 再一个准备攻击这个河口马 黑棋就先鞠八平六 摆脱这个牵制 红棋先补一手 红棋也可以走一手鞠二平七 这样黑棋如果说退马 红棋在平炮把马压住 那黑棋高据桌 红棋退炮 黑棋在马踩鞭冰 踩着你炮呢 来试探一下你的硬招 红棋呢 这选择了一手 炮棋退一 黑棋呢 把这个马呀 钻进来 红棋这招退炮呢 他就不如走一手什么呢 炮棋平二 现在黑棋这个马 看似呢 是跳到了一个 这个小胡同里面 其实呢 这是一个绝佳的点 我们再往下看 红棋呢 送兵 他是什么意思呢 把这个兵送掉 用这个炮啊 来牵制你的底下 那黑棋呢 走一手 平居 红棋 选择吃掉 给其 进居 红棋呢 来一手 退居吃马 这个 吃着马呢 这个马 你往哪里逃呢 你一逃 这边好像是 打门就绝了吧 是不是朋友们 所以说呢 他不敢跑 不敢跑 那好像这个马 没得救了 所以说呢 装到很无奈 就出了手老将 好像是这个丢马呢 是逼不得已 这个 红棋呢 就高高兴兴的 给他吃了 这吃 可不得了了 那王铁椎 有什么惊天描手呢 大家看一看 如果说让你下 你能不能下得出来 走得出来 看似丢马 是很不情愿 其实呢 是给 红棋啊 挖了一个大坑 黑棋这个时候啊 突然间一招 弃局砍试 那你怎么办 你要是用老将吃 他就浸泡一浆 大家会发现呢 红棋这个炮啊 没地方逃 如果他选择了 用试吃 那黑棋呢 再浸泡一浆 不敢飞翔 飞翔的话 定居 是一个沙琴 那只有落势 黑棋呢 杀势一将 上来 然后呢 浸泡一将 泡发不出去 只能上三楼 那黑棋最后 退局一将 绝杀无解 怎么样朋友们 这个最后的杀招 精彩不精彩 这一切都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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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认为 这一切都可以了